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企业 苹果公司 以其极简主义的风格的科技产品 而著称于世 然而你知道乔布斯的产品设计灵感 是从哪里偷来的吗 我想你应该猜到了 乔布斯是日本禅宗的修行者 而偷这个词 是乔布斯的原话 代表的是他对自己 审美品味的源头的尊敬 谦卑的把自己当做小偷 那现在科技三大流派 美国 德国和日本 日本是以其独特的美学打动人心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日本 聊日本 我选择的出发点 你一定想不到 是古希腊 世界三大宗教 佛教是超自然色彩最为淡薄 我一向认为这是最特别的宗教 直到有一天 我知道了禅宗的起源 才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了什么 原来呢 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地 曾经入侵古印度次大路的北部 大约就在今天的庞哲普 那在佛陀元祭之后的两百年 古希腊人在庞哲普 这个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 留下了大量的 古希腊人的文明印记 佛教从来没有在印度次大路广泛传播 要不然今天的印度教就不可能成为印度最重要的宗教了 那么佛教最兴盛的时候占领了什么地方呢 其实就在庞哲普这里 曾经出现过一个繁荣的剑陀罗国 那唐僧就是从丝绸之路啊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 来到了剑陀罗 取经回家 那佛教在没有佛陀的时代 逐渐分裂了 其中在剑陀罗成为主流的 是大乘佛教 而大乘佛教就是希腊化的佛教 古希腊人特别喜欢辩论 苏格拉底就是著名的杠精 经常用结吻的方式 搞得别人哑口无言 这可能是他被民主投票处死的原因 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啊 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那亚里士多德就是征服者亚里山大大帝的老师 大乘佛教中的禅宗 就是特别喜欢进行哲学辩论的流派 而唐僧作为一个来自遥远中国的语言天才 不但精通了范语 而且还在辩论中成为剑陀罗的佛学大师 一旦一种宗教不是靠绝对的权威 而是靠辩论来赢得信众啊 那么他的生用力可就顽强了 即便是在科技大爆发的时代 很多宗教观念成了明日黄花 但禅宗哲学依旧有足够的吸引力 甚至被很多科学家研究 有一个人类学家写了本书 书名叫《为什么佛学是真的》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啊 佛学最大的本事就是通过冥想来控制情绪 这种特殊的修行方式呢 对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有致命的吸引力 并且永不过时 而禅宗的产品观念 那种对世界的重新审视 是在工业时代也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流派 所以呢 差迹 断舍离之所以流行起来也就不稀奇了 当稀缺时代过去 制造业用什么来吸引注意力呢 这就是一个制造业强国必须面对的考验了 日本制造之所以在二战之后崛起 跟希腊化的佛学有莫大的关系 这种美学相当有高级感 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度 现在它的森林覆盖率高 恰恰是因为历史上烂砍烂伐的 而造成了生态危机 所以牧府将军早早就制定了保护森林的法律 平民甚至都不允许给自己的木头房子建造一个客厅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的房子最后演化成著名的和室 和室之内 聚餐团聚书房和卧室的功能都是一体化的 如果需要呢 仅仅用格扇遮挡一下 传统的和室 地上铺满了灯青草做成的叠席 也就是泰塔米 可以在赤脚在整个房间里走来走去 那整个和室 与其说是一套房子 更像是一个窝 格扇让房间朦胧而暧昧 所以配上落地的拉窗就更绝了 在无奈之中 日本不经意间就造创造了一种 独特的建筑美学 资本主义是好东西吗 恐怕也不绝对 至少在初级阶段啊 工业革命之后呢 英国粗放型的伦敦就是一个污污肮脏的大毒鬼 当时的伦敦喝上干净的水都不容易 而你知道 在日本江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24小时供应水的伟大成就 这竟然是得益于江湖时代严格的等级制度 只有大贵族才允许从水管中的主管道取水 那普通居民的话 你们家实在是挖不出井 才可以从水管的支流取水 就在伦敦市民还直接把脏水直接排入泰晤石河的工业时代 江湖的居民已经可以天天洗澡了 特别是女孩子 就像大家的哆啦A梦中看到的那样 资本主义有时候让人很尴尬啊 表面风光富裕的美国人 何不敢去随便便的叫救护车 那叫价格要一个贵 可是日本的老人迷路了 都会叫一辆救护车 因为是免费的 这就是良好的规划带来的幸福感 那佛教在中国仅仅是作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高级思想游戏 而资源匮乏的日本跟佛教简直是天作之和 因为他们可以在色迹是空的玄妙哲学中 找到自己渺小的存在的意义 也就是所谓的差迹 是一种对老旧残破 被时光魔力之后的美感的欣赏 说实在的 如果有新东西可用 欣赏这种老东西不符合人类的本境啊 如果实在没得选择呢 日本的工匠也就只能竭尽所能 把东西做得经久耐用 并且让他们在老旧之后依旧好看 至少不少 甚至还能从禅宗哲学中找到独特的价值 这就是日本工匠和佛学结合的结果 在被禅宗哲学禁忍过之后啊 日本的制造业就有一种过程导向的思潮 这也是跟资本主义相悖的 我们都习惯了现代社会的KPI决定一切的结果导向型 唯一能抵挡KPI的就是中世纪行会进化出来的德国制造 还有禅宗哲学深耕过的日本制造 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最精益求精 日本的工人对自己的工作喜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他们甚至有人会主动的在节假日回到工厂 清洁他们日月为半的机器 因为干净的机器容易及时发现问题 让他们的产品拥有更好的品质 风险的可靠性大家都熟悉了 我就不赘述了 讲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领域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分类是机械表 在这个领域瑞士人当然是王者 不过你可知道 曾经有一个品牌让瑞士中宝业相当尴尬 那就是日本的金工 瑞士当年设立了一个中表的KPI 就是机械表的走时误差 每天误差几秒钟的意思啊 当年金工第一次参加瑞士的钟表大赏 结果就在这方面碾压了所有的瑞士钟表 让瑞士人相当难堪 直接修改了评价体系 这就是瑞士人的黑历史 时至今日 瑞士钟表的两大扛把子啊 一个是劳力士 没有超级复杂的结构 是入门级的奢侈品 另外一个是百达菲力 主打超级复杂的功能 什么月向万年力之类的 这两个扛把子的走时误差 都是最顶尖的啊 每天在两秒钟之内 而金工旗下有个子品牌 是机械表中的精准王者 每天正负一秒钟的误差 这一秒钟的超高难度 就是日本制造业的灵魂所在 没有KPI 反而成就了无敌的KPI 说完了日本制造 咱们来说说日本的宅文化 日本人啊 有个社会共识 就是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 这个应该大家熟悉 那么如果发动侵略战争 给整个列州带来的麻烦 怎么算呢 没错 二战给日本的整个国民精神 都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整个日本战后一带 都很难面对自己 曾经造成的深重灾难 所以他们选择躲了起来 躲进漫画里逃避自己的长大 逃避自己面对真实的世界 恰好呢 日本占领军的总司令迈克阿瑟 禁止了大量跟军国主义和大和民族 自豪感相关的大量产业和文化产品 所以漫画产业就成了日本人 无处安放的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方向 你可能以为啊 宅文化是小时候文化 可是当人们在畅想未来的时候 总是想到赛哥朋克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宅文化恰巧跟互联网 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等 未来改十足的元素完美契合 所以宅文化是拥有莫大想象空间的产业 战后日本的精神状态 恰好一脚踩到了这条赛道上 以至于日本正大的经济体 漫画相关产业 竟能占到20%以上 并且呢 宅文化深深的影响了全世界 谁还没有一颗卡巴伊和中二的心呢 我们都不愿意长大 更不愿意变老 宅文化诞生于对战争责任的逃避 也是和平宪法鼓励的 那这种文化影响世界 世界就会更和平 我们应该喜欢乐见 宅文化在全世界的开枝散叶 如果所有国家都宅了 大家就都相安无事了 有人把日本经济 最近几十年的停滞不前 归罪于少子化 少子化又归罪于宅文化 这个我是反对的 少子化其实是女性地位 提升之后的必然表现 现在让一个上过大学的女生 随随便便找一个人 专心生孩子 那是很难的 而放眼全球 没有哪个发达国家 能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 除了以色列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 都降到了2.1%以下 这个是原生人口 可持续发展的金线 而日本在发达国家中 拥有最大的人口基数 反而拥有充足的时间 发展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里得说的人口 是原生人口 美国这种不断引入移民 和非法移民的不算 说到移民呢 我们应该知道 移民国家经济确实好 但带来的问题也确实多 首先呢 社会治安就会受到移民的冲击 所以日本是相当不欢迎移民的 禅宗哲学让日本人 本来就不怎么在乎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又一定要发展经历呢 我们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 再奋斗就没有意思了 这种哲学 反而符合经济学的边际效应 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 奋斗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 一直九九令 把自己的身体搞垮了 恐怕你不是你家人的福报 他平时力赚来的钱 又转手送给了医院 自己还遭罪 这划算吗 我想 这就是日本对经济发展的态度吧 我们应该感谢日本的这个国家 它好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对主流文化提行反思的国度 消费主义成功 欲望业绩 奋斗 繁荣 勇敢 进取野心 从来就没有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 被如此彻底的反省过 沉思过 然而 这不代表日本现在就落后了 其实他们还是很厉害 重工业 我们就不说了 已经是明日黄花 那新经济我们可以说说 新零兽 有鞋腰为首的 全世界最大的连锁便利店 嗯 就是那个 雇影商被精挑细选 就连不同的饭团的馅儿 都用不同机器制造 以防止串味的 精品爆款不断的服务业典范 咖啡也相当好喝 游戏产业呢 有小朋友的天堂 任天堂 风险投资 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远景基金 孙正义创办 快时尚产业呢 有全世界第一的优衣库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呢 其实是迈克阿瑟给定下来的啊 为了维持占领国的秩序 迈克阿瑟主导了日本法律的制定 把战时的物资分配制度给沿用了下来 被历史学家称为1940主 给企业解雇工人设置了很高的障碍 这位爷还真是日本的太上皇 在1940体制的保护下 日本工人对企业有很强的归属感 甚至取代了家庭的归属感 他们的忠诚度很高 以至于一辈子只干了一件事 在芯片产业的初期 这样的工人打磨出来产品质量 完胜美国的进攻对手 称霸了商品芯片时代 不过到了上 不过呢 到了个人消费品的时代 因为这样的成本太高 而个人消费者不需要质量 那么夸张的产品 所以最终出给了三星 这就是成也销合败也销合 当然了 这种精神到现在也让日本的 最基础的材料科学领域 有独门的学技 比如纯度最高的氢浮酸 能够用来制裁 韩国半导体产业的东西 据说三星的五纳米技术 没有台积电的稳定 就是基础材料被日本制裁了 可见呢 日本在高科技领域 还是加大也大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分享 我们认为 日本探索的现代文明制度 是一个相当有参考价值的存在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呢 日本体制能够让人 有机会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 如此井然有序的社会 可能会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反正我是挺羡慕的 好了 今天的知识漫步就到这里 幸福大自机 我们后会有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